沿岸大湖鄉位處於環山林溪的地理位置 颱風來臨的時候面臨土石流或是溪水暴漲的困境 政府在颱風季節來臨前持續進行制山防災工程 像是樂水村的馬輪橋歷經多次颱風 土石淤積嚴重也都正在輸菌 沒有輸菌不行啊 這個水會很大 每年夏天 颱風很大 很怕 很恐怖這邊的這個橋 我們部落裡面有許多的野溪 那麼尤其是災害來的時候 都會有土石流的這樣的災害發生 那麼我們都會透過這個工程的方式 來保護這個野溪沿岸的安全 颱風時曾經就有族人的住家 遭到暴漲的溪水淹禁家中 擔心害怕 政府定期清理淤沙 讓他們放心不少 宜蘭縣府表示目前防洪工程 主要是進行野溪治理 清疏工程與災害重建工程 以及馬輪溪上游的淋班地的自然富裕工程 馬輪溪的清疏工程考量颱風季節快要來臨 已經加緊請廠商趕工 預估可在7月將河道清疏完畢 記者聲的BR以蘭大同採訪報導 早